欢迎订阅的频道,今天介绍的是JK罗琳,他的代表作为《哈利波特》系列作品。 罗琳生于1965年7月31日,他的父亲是飞机制造厂的一名管理人员,母亲是一位技术人员,因为父母期待男孩,所以对罗琳的到来失望自己。 罗琳小时候是个戴眼镜,相貌平平的女孩,非常喜爱学习,有点害羞,流着鼻涕,也比较野。 她从小喜欢写作和讲故事,六岁就写了一篇关于有关兔子的故事,妹妹是她讲故事的对象。 JK罗琳是她的笔名,她本名叫乔安尼·罗琳。 由于爱看书,在中学,罗琳还获得了一个称号万事通,但是爱讲故事的罗琳居然还成是学校被霸凌的对象。 后来,罗琳的母亲患了一种让人绝望的病,硬化症,造成罗琳有段时间非常叛逆和空虚。 罗琳接受采访时提到她的青春期,我特别不开心,那是我人生最糟糕的阶段。 罗琳跟父亲相处得不好,母亲也病了,后来她参加了牛津大学的考试,却落榜了。 没能考入心仪的牛津大学,给罗琳重重的打击,无奈进入了第二个志愿。 她喜欢上了英国文学,父母的期望与自己选择相违背,在折中意见后选择了法语专业,这是她做过的最糟糕的决定。 大学毕业后,罗琳做了一名文秘,期间谈了一场没有结果的恋爱。 1990年,当她坐在一班从曼特斯特开往伦敦5.4个小时的火车上时, 一个在乌斯学校念书的年轻男孩故事从脑中出现,她告诉伦敦环球时报,我真的不知道灵感从哪里来的。 她从哈里开始,其他角色与情节慢慢浮出,最后占满了我的心灵。 当罗琳到达她的终点,她就立即开始了动笔。 1990年12月,罗琳的母亲因病离世,这个巨变冲击了罗琳甚深,也影响到了写作。 1992年在葡萄牙的酒吧,一位名为乔治的新闻系学生对罗琳一见钟情。 10月16日,罗琳与乔治结婚。1993年7月,罗琳的女儿出生,取名Zessica,两人在1993年11月离婚,结束了他们13个月的婚姻。 每日快报的访谈中,提到他们的最后一晚时,乔治曾把罗琳推出家门殴打她的头部,当时还是凌晨5点。 1993年12月,罗琳与女儿搬回到了苏格兰。 行李箱中,装了三张已完成的哈里波特与魔法石的手稿。 在那段低潮期,罗琳被确诊患临床忧郁症。 罗琳的病情在前夫夫英探望他们母女时家具,他向法院申请了保护令,迫使其独自返回葡萄牙。 独自抚养女儿的这段日子,是罗琳人生最黑暗的时光。 她花光了所有积蓄,先是接受了妹妹的赞助,后去申请了政府的救济金。 就靠着这点救济金收入的罗琳带着女儿住住的一间只有床的毛坯公寓,她处于失业期,没有任何经济来源。 走投无路的JK罗琳正是从这个小平房中开始创作。 由于生活穷困潦倒,JK罗琳一度陷入极度的沮丧之中,心情抑郁的她一度考虑结束自己的生命。 因为女儿,因为创作,又因为家庭医生的积极帮助,她慢慢摆脱了相继的想法。 罗琳靠着兼职多份工作养活女儿,空余时间来写哈利波特语魔法诗。 罗琳为了改变自己和女儿靠救济金生活的日子,重新去考取了教师资格证书。 用了三个月时间,终于得到了一份法语老师的工作。 对于这份工作,罗琳充满了感恩。 1995年,罗琳用一台老旧的人工打字机完成哈利波特语魔法诗的原稿。 他的作品获得了文学经纪人利特尔旗下业务经理埃尔文斯的肯定。 埃尔文斯看过罗琳作品其中三个章节后,便决定将这份手稿推荐给利特尔。 此前,罗琳曾向四家出版社投稿,但都遭遭拒绝。 利特尔将罗琳的作品引荐给一家伦敦出版社。 哈利波特语魔法诗能被出版或许该归功于出版社的老板的八岁女儿爱丽丝。 当他读完第一章后,立刻就向父亲询问后续。 虽然那个出版社老板同意出版罗琳的作品,但他还是建议罗琳找一份正职,因为他并不认为罗琳能靠写童书挣钱。 罗琳最终获得该出版社支付的1500英镑稿费。 1997年,罗琳收到苏格兰艺术协会给予的8000英镑奖注金,鼓励他继续写作。 出于市场销入的考虑,出版商建议他改一个比较中性的名字。 因此,JK罗琳诞生了。 JK罗琳终于在1998年时来运转,他的处女作版权在美国被拍到了10.5万美元。 拿到第一桶金的JK罗琳更加奋笔疾书,几乎以一年一本的速度出版着他的哈利波特系列,打造了属于自己的黄金十年。 2001年,JK罗琳嫁给麻醉学者尼尔·莫里,再一次有了一个完整的家。 2003年,他生下儿子大卫,2005年1月又产下女儿。 2017年12月12日,他被英国王室授予名义勋爵。